脱单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难题,不管男女甚至不论年龄,都有这方面的困扰,特别是一些正式结婚年龄的朋友,何以是大龄青年的同志,家里不停的催,自己也是相当的苦恼,只是爱情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来就来,需要一些正桃花去刺激一下,也许桃花云不能顺利让你脱单,但是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机会。 一旦碰到合适的人,脱单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,下面就来看看你是否是能顺利脱单的新作吧。 厨女作,桃花云谁都喜欢,即便是挑剔的厨女也不能脸俗,九月厨女作的桃花云非常的好,特别是最近会接连出现一些有好感的异性,就连独具会演的厨女作,也在分辨的时候弄不明白, 不清楚到底谁才是自己命中注定之人,而且每一个接近处女作的人,都能给处女留下好的印象,这时候就要拿出你们独有的绝技,不能被一时的好感冲昏了头,细细观察才是正理。 水瓶座,九月份水瓶座的桃花云好是非常的好,只是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心态,陷入三角脸之中就比较糟糕了,话说三角脸也属于桃花脸的一种,只是不让人看好罢了。 理清思路正确地看待自己的感情,尤其是要收起你们那三分钟的热度,你们也许就会发现原来在意自己的人,一直都在自己身边,只是自己之前没有发现而已。 白羊座,白羊座的人在九月桃花阵望,只是可能会有纷纷扰扰的感情纠葛,这时候就要拿出你们白羊的果断性格了,快刀斩乱吗? 喜欢的就主动去追求,不喜欢的就早些放弃,不要想着多边作战,到时候说不定竹篮打水一场空,职场之中白羊座的人要不留意,也许在角落有你的最终目标,可能不是最好的。 不过也许是最适合你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